我是傑安蔡 那我在那個提案表上面顯示是論公車 其實就是念書的時候有提案過公公車 在網路討論論壇 不過其實一樣的東西 那我相信在場各位就是一定就是對 我上面所立的這些公公議題 一定就是或多或少的關係 或者其實正在研究當中 那可是我們在公公議題的一個討論上面 常常看到就是說可能媒體會偏偏解讀 然後所以其實你對真正的細節、主張的內容 其實不是很清楚 又或者是說你其實只會看到兩幫團體 只是在那邊就是護牆而已 可是都是一些就是比較感性的東西 或者是說資訊傳達不易 然後其實就像可能Facebook上面 很多媒體上面的留言傳 你可能就看到很多就是也許比較 比較沒有在接受新資訊的 然後就一直原地條證 然後或者是根本就是 政府的一個聲明稿什麼東西 可能就是熱熱等你根本看不懂 就是他們到底在寫什麼 然後很多議題不知不覺就結束了 好 而且政府如果發生聲明稿 的話常常也都是講說 95%我們以前做過什麼 5%我們未來做什麼 然後就沒有然後 不知不覺就結束了 所以呢 其實就想要建一個平台 就是說讓大家可以來發表同整意見 然後其實各位可以想到 然後跟這個議題有關的 相關地外團員 NGO企業鄉民政府 政黨政治專家什麼人 都其實都可以來這邊發表 那其實你 對一個議題做一個系統性的整理 讓大家可以就是一幕聊來 可以在上面比賽 可以在上面討論 可以在上面查資料 那因為為了要符合這樣的一個目的 所以就是之前其實有跟夥伴 就是列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可是這樣其實有點複雜 而且如果說功能太複雜的話 其實可能也會讓 就是一般使用者可能會卻步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是今天想要 最想要跟大家討論是說 我們這個平台到底有沒有一個建立的 一個必要性 然後我如何討論聚焦討論在公共政策 不要就是說就是公共政策 然後公共政策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它是否是討論 適用討論所有的公共政策 比如說能源 比如說經濟 比如說硬體建設 前瞻什麼東西 是都可以討論的嗎 然後在一般的網站上面的話 可能會出現的洗版啊 灌票啊 一言堂 帶風向什麼東西 那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什麼想法 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來 就是來跟我分享 那當然我自己有些想法 可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然後呢 就是我有可能會去吵好一下各位 就是說 問一下 你是屬於哪一類的團體 然後你最近 我在倡議研究 關心的一個議題是什麼 那你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需求什麼 比如說你是不是想要 特別想要知道 哪一塊的資料 然後想要去 想要看一下 到底哪一方講 比較有正確等等 然後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問題 比如說 簽站 他的那個執行 他的決策過程當中 是否都公開透明 那你是不是知道 他的內容 細節到底是怎樣 然後順便真人 就是說 呃 之前就是有一些意外 所以說 不要這樣意外的話 應該就會投這一次的Gram 然後 徵求工程師一起合作 然後 那個 燉功測試 我自己名字自己隨便想 然後徵求 就是命名達人 一起幫忙想個 只是好名字 好 那 請多指教 謝謝